现在一旦其境 其林水乡 在这边找到两室一厅 一厨一味 拎包肉住的房子 可以短租三个月避暑 长租五百个月 短租三个月避暑六百个月 里面床铺 沙发 洗衣机 冰箱 连WiFi都有 做饭厨机也有 在其林水乡这边环境比较好 两边的是棕榈树 都是商铺 到里面超市 商店 饭馆 起快递都有 几百米就可以做工程车二路 这个市场也比较干净 基本上什么都能买得到 生活用品 吃饭 像这边吃完米纤面条 就七块八块一份 这边是卖水果的 这边是做煎饼 面食的 还有包子馒头 这边还有卖面包 蛋糕之类的 往前面这边是卖蔬菜 卖肉类的 现在的肉类20多亿公斤 这边买菜都是习惯性讲公斤 你看商铺还是挺多的 买菜买的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 这个市场也蛮大 这边是卖肉 基本上什么都能买得到 这边调料烤鸭也有 像烤鸭就是20多亿只 现在上到二楼 左边就是卫生间 有洗衣机 那边就是房间 卫生间是有蹲坑的 洗手池的镜子 洗澡是用太阳能 有热水 如果老年人不方便的话 加上一个简易的马桶就可以了 这边是洗衣机 现在进入房间 房间进来就是一个卧室 卧室有20平左右 沙发桌子 厨房冰箱都是带在里面 都是前面是可以使用的 冰箱这些东西 都是房东刚刚加进去的 油烟机买来还没有安上 明天就可以安上了 现在这些橱柜这里是锅碗瓢瓢 电磁炉 做饭的厨机都可以用 看这个洗后吃 磨的还没死掉 这是新的 下面就是可以储存东西 放东西的一个柜子 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小卧室 有个1米5的床 看一下上面都有点吊地 然后这边还有窗子 可以通风 有插座 这里呢就是主卧 主卧这个卧室相当大 20几瓶接近30瓶 床是1米5的 都有垫子 床是新买的 房子门前 这边是停车 也有那个共享单车 两块就可以骑到市区 这边就是一个市场在这里 虽然在这个在路边 但是这个车是小车 没有大车过来 这边周边环境都特别好 也很安静 晚上车就少一点 对面就是一大个停车场 这个房子刚找到的时候 房子里面都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房子当时租金也便宜 400一个月 但是我说是 我带人来避暑长租的话 要加进这些拎包入入的东西 然后把那些沙发 家计床铺 还有冰箱洗衣机 全部加进去 WiFi也有的 到半年是550一个月 一年都是500一个月 水电是一个月 两个人夫妻用下来的话 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个月 反正对面就是一个菜市场 旁边还有水箱景气 还有南盘江可以钓鱼 环境是非常好的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看看后面这栋房子 一层的面积120平 两层加起来也250平 前面有个小宴子 独门独院的 旁边还有一块菜地 房子里面有卫生间洗澡间 还有家计 大家好 我是阿海 现在云南去进住街 带农村来找房子 看看周边的环境特别好 交通生活也方便 这个房子就是前面这栋 这边是新东层的 现在从这个房子是一条小道进来 看看这边 环境特别好 两边都是种的栗花 房子就前面这栋 二层 窗户挺多的 门口这边停几个车也停得下 是独门独院 那边车是可以进来 房子侧面是在菜地 这边是林地家的 它烟子旁边都是种了很多果树 这个是房东的 在房子侧面 我们看看 这里菜地的一个有二十三十平 现在是种了蚕豆 就在房子侧面 这里 房子它是租给人家建新房 现在新房建好了 这个租客要搬 它这东西很多 都是租客的 东西都搬走 从左手边进来是一个餐厅 再往里面走就是厨房 是一个灶台 从这边就是上楼 两边都是房间 从这边进来呢 这里就是卫生间 是敦坑的 从这边过来呢 又是客厅 客厅是一种场景的 从这边过来呢 就是卧室 看一下卧室 它也现在堆了些杂物 都是租客的 租客这两天就要退房 要搬了嘛 这一间也是 很多杂物 上楼看到左手边三道门 右手边呢 有几道门 这一栋房子 一共有十二间房 这一间也是卧室 长行的 这间也是卧室 这里还有一间呢 这边就是客厅的 是长行的 这边卧室就有三个 看一下 都是一样大的 这两个呢也是 这边还有一个 现在上楼底 左手边这里呢 也是一间 对杂物 从这边过来呢 就是养鸡房 有一些鸡在里面 这些是大个平台 平台特别大 这个一层房子 占地面积就有130平了 四个都是用铁网围起来 因为它在房顶 可以养鸡嘛 环境也很好 这个房子算下来是五百多一个月 六百不到 七千一年 可以住长期嘛 看这个房子外观蛮好 这个房子 寄的时期呢 只有四公里左右 旁边有座公交车 公交车站呢 就几百米 这个旁边就是西东层 环境很好 里面住的村民挺多 租街的吉时有两三公里 其快递也是两公里多一点 现在一南七景租街 大家要看 四百一个的商铺是什么样的 它一层就有120平 现在这边是新农村了 距离七景市区只有四公里 租街的吉时有三公里 这个房子可以住人 会断商铺 放东西也可以 仓库也行 门前呢 是正门 这边是卷帘门 电动的 门口这边是花台 可以停车了 新农村呢 房子建的比较好 环境也好 现在看看这边是水墨式的地板 那边是房东堆的东西 在里面 总面积120平 这个角落这里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是蹲坑的 有热水 这边是一道后门 看一下后门 后门这边上去呢 是楼梯 房东室在楼上的 从这边出来看看后面 在房子后面这边呢 地势比较平寒 也可以停车 这边一块地也可以种花种菜 现在这边是窗户 这个房子呢 是坐南朝北的 新农村这些房子建的都很好 上面有四层啊 房子住在上面 这边的水电费很便宜啊 再看看这个大厅 采光也很好 下面水墨式的地板 然后当仓库啊 这些使用也都可以 然后自己存点东西也行 这个400一个月 4800一年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